大家好 我是舞秋風 我今天要為大家帶來仙劍騎俠傳五千傳 然後呢 上一次 現在就是要去找蔣城 不過在找蔣城之前呢 我們收到了一封神秘的信 錦書南書丁 騎大使家好像出了什麼事了 盡快完成 騎大使家在前面嘛 對不對 沒記錯的話 就這裡吧 這個 這是誰 觸發了錦書南書 他們在幹嘛 少宗 你也沒太傷心了 大使書也有七十好幾了 走得又平靜 可說是起傷 騎大使死了 嗯 我明白 您放心 你弟弟嗜語還沒有回來嗎 要不要我們幫忙 不用了 他 他就快回來了 走吧 我們進去屋裡送送老實 嗯 騎大使不是還很健壯嗎 怎麼就這麼走了 令我頗為訝異 怎麼了 相對不語 三位看著眼蛇 是以前找過爺爺的那幾位吧 多謝你們來送他最後一層 齊老婆他 他十二 嗯 幾天前剛剛過世 怎麼走得這麼突然 還請節哀 怎麼發生什麼事情 對啊 霞姑娘木姑娘 我們進去上炷香吧 對啊 先上炷香 稍過片刻過後 數日前見齊老婆時 他身體還很健康 沒想到去了這麼突然 什麼 爺爺年輕時一個人 把爹拉長大過得辛苦 有次上山砍柴 一去就是好幾天 爹擔心得要命 還好最後爺爺還是平安回來了 之後 之後又有些不三不四的江湖宿室上門找茬 爺爺說他們都是騙錢的 每次都把他們趕走 現在我也大了 本想讓爺爺和爹 在家好好享受親福 誰知 爹去年就一併不起了 爹爺走得這麼快就 爺爺那天不知道怎麼了 夜裡忽然開始咳個不停 沒幾天就去了 不過他老人家去得安詳 也算安慰了 令祖父當日托我們 托我們 轉交信給一位朋友 那位也是前幾天才先去的 兩位老人家也可結伴而行 黃泉路上不寂寞了 結伴而行 呵呵 什麼 那可就齊了 怎麼了 誰在講話 這是誰 他是誰 怎麼忽然 忽然 忽然岔出來 背景音樂還改了 有點怪怪的感覺 公子 公子何出此言 公子何出此言 濁 玄濁 和本公子玄濁 夏侯公子此處說話不便 若是有興趣 一刻後公子在陽春客棧 恭候大駕光臨 玄濁 玄濁 請節哀 玄濁 玄濁 不是那個 欸 這位公子也是來 為家父送行的 算是吧 看起來面身 想不到爺爺還有公子 這麼年輕的 忘年之交啊 棋子忘年之交 我進屋看看 棋子忘年之交 他原本就是在 那個老先生 身體裡的嗎 夏侯少爺 你認識這個人 不認識啊 什麼 並不曾見過 來路不明 什麼 炸 一見面就開口 香妖 也好 想來夏侯少爺 是按捺不住心 好奇心 不吃這頓飯的 那 咱們就去看看他 湖裡裡賣了什麼藥 玄濁 這個名字好像在哪裡聽過 就那個長老有講過這個名字 燒請 他出來了 多謝公子送爺爺這一層 不必客氣 點點點 人死不能附身 齊大使已經死了 你還年輕 日子還長得很 難過幾天就忘了他 好好的過日子吧 告辭了 走了 這裡不方便說話 怎麼了 夏侯少爺 咱們就去付這個約會 嗯 沒錯 一定要去 飛去不可 點點點 奇怪 明明沒見過面 為什麼這位公子總有種親切的感覺 可能是 原本是爺爺吧 原本就是附在齊大使裡面 是不是 進去看看 謹書難書 陽春客棧 走 突發了 他坐在那邊等我 背好酒席了 坐下來吧 他要講了 他要講了 玄卓卓公子 你 年輕人 別人請你吃飯 坐下來 筷子還沒 還沒有拿 就揪著人家問東問西 不像話 點點點 喔 老伯啊 你怎麼說話和 齊老伯一樣 哈哈哈哈 小姑娘 有來才有往 想知道的話 先回答我的問題 一成那牛鼻子怎麼死的 你們 跟我說清楚 然後把我什麼 我會把我的事情告訴你們 一成 其實相信我們 什麼也 知之甚少 只是數日前在鼠山藏經閣 不見一成道長身影 另一位道長告知我們 他已經過世了 去世了 那位道長說起一成道長離世的是 面容上必無哀色 想來道長走得很平靜 呵呵 他一大把年進了 也能跟 什麼 也能跟齊大使一樣稱得上喜傷啊 怎麼回事 竟然你說了一成道長的事 玄卓公子 不也跟我們解釋一下 你和齊老伯的事情了 其實也沒什麼 齊老 齊 齊大使很多年 擅傷打鏈遇到大風雪 本公子倒霉 正好路過聽到他的遺言 一時心軟 答應幫他傳死訊回家 怎麼結果咧 誰知他的妻子聽說他死了 擔心孤兒管女無法生活 竟拋下兒子跑了 怎麼會有這樣後來呢 呵 幸好我一時心血來潮 加上松兒 當時燒得迷迷糊糊 直抓著我叫爹 於是我就變成齊大使的樣子 想養松兒幾年 不過最後居然呆了這麼多年 那麼說公子不是常人 怎麼你還想把我抓起來 呵呵 摺劍山莊發生的事情 我都看在眼裡 那個妖魔江城 總能 總能從四大家中包圍到 逃走 你們算是鞠躬治維啊 都看在眼裡 公子是威脅我們 木姑娘切勿衝動 玄卓公子竟然邀請我們 來此一談 想必無惡意 而且人妖之分 我們也並不看重 唉呦 呵呵 對不住了 失禮了 結果咧 嗯 你們倒是挺明理的 那現在我既然讓齊大使死了 也就不打算留在這個人 人界招惹什麼是非 這幾天不過是想看看 自己的喪事辦得怎麼樣了 自己的喪事 呵呵 滿有趣的 呵呵 這可是驚艷難得啊 你過得好好的 家裡 家裡人對你也孝順 幹嘛要裝死呢 剛才你也看見了 你孫子說起你嘴上 嘴上說這是白喜 眼睛還不是紅了 小姑娘 我不可不死 齊大使也能幾十上百年不死 我在這住了幾十年 每年都要看著別人變老 變成什麼樣子 我學著一天天變老 現在跟齊大使一般大的都死了差不多了 我也是該死的時候了 不然就真的成了妖怪了 再說這幾十年 我也碰過不少不長眼的人 非要來除妖 呵呵 本公子還怕那些三角貓 可他們老是上門找茶 真是煩人 點點點 這些人裡 也就一成那個牛鼻子還有點能耐 居然把我自助了 誰知道松兒忽然跑出來對著一成大喊 要他放了爹 呵呵呵 結果勒 一成道長定是手下留情了 呵呵 他是放了我沒錯 卻把我的真身拿走了 就是你們送回來的那支筆 如果說如果敢加害松兒 便要去毀壞我的真身 他是一支筆 呵 我要是想害松兒 還等他們找上門 拿走我的真身就想閒置我 呵呵 本公子可不介意拼個玉石俱毀 嘻嘻你原來是個筆巾 不過你的脾氣真 還真不像這麼文氣的東西呢 呵呵 裝了這麼多年爆炸老頭 多少成了習慣了 唉 松兒都成了真的老頭了 去年一場病就這麼走了 現在連一成這牛鼻子都死了 即什麼以前牛鼻子每年都要來摺電山莊 查看齊家的情況 呵呵真是可笑 最 最開始那幾年我恨他恨得要死 後來總是期盼了他來 我還可以用選擇這個身份 跟他說話 最後這幾年 他什麼 他說什麼年輕時 做過太多錯事 要修身養性 窩在鼠山不出來 我倒是鬱悶了 你別難過 呵呵 本公子何時難過了 如今松兒已死 少中和四羽都已成人 連一成牛鼻子都死了 拖累我的人 和要要挟我的人 都不在了 我終於可以離開這亂七八糟的城市了 要去修仙了嗎 本公子要走了 你們幾個倒有耐心 聽我說完這麼多 就送個東西給你們吧 喔 獲得裝備選擇 什麼東西 江兄 他送給我們選擇這個裝備 選擇公子 還有什麼話要說 你張生認為 齊家父子與你相處多年 真的對你的身份毫無察覺嗎 尤其是你的松兒 經歷過除妖之事 你真能對 真能對你毫無疑 懷疑 點點點 或許他們只是選擇 選擇假裝不知情 為了把你留在身邊 而一成道長 當年或許真的想處你 可之前在鼠山卻說 她將 她自己 將那隻筆留在身邊 愧對朋友 只是 只是 十日已久 不知如何向朋友交代 數十年 這數十年 齊家人 和一成道長 就去幫忙 當成什麼 我不好言斷 但我相信 只要有情 人與妖 並非 全無相處之道 喔 簡軒 我們和江兄之間 必能找到一條路 可延續這份友情 沒錯 選擇 天真的小子 呵呵 那我就拭目以待 喔 要走了 夏侯少爺 可以坐下來了 失態了 不會不會 嘻嘻 你說得很好 我也是想 我也是這麼想 就是不知道怎麼說出來 江小哥肯定沒辦法回神劍山莊了 不知道他以後打算怎麼辦 無論江兄如何斷絕 能是我們的好友 沒錯 沒錯 呵呵呵 沒錯 江兄都是我們的朋友 可以進行其他劇情了 那 旋鑿 裝備旋鑿 旋鑿是什麼東西 喔 超強的筆耶 旋鑿筆 喔 裝備裝備 喔 簡軒 你變強了 太強了 這隻筆太強了 貼服取消 喔 然後貼在這張上面 貼服 貼貼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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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怎麼都貼同一個啊 我在搞什麼 搞笑 欸 連貼兩張 欸 不行 好了啦 貼三張 還沒有多的符可以貼 太可惜了 喔 太棒了 喔 喔 有解直線任務還是有好處的 喔 這隻筆太強了 旋鑿神筆啊 喔 果然是筆金獸的筆 喔 不同凡響 太強了 喔 哈哈 真生啊 走走走走走走走 喔 繼續去 去找我們的江兄 喔 喔 江兄 夏侯少主 請稍等 欸 歐陽倩叫住我們了 二小姐 二小姐 你還叫我們了 怎麼了 多謝二小姐幫助江兄 對呀 多謝了多謝了 不 是倩兒要謝過諸位 哎呦 兩個人互謝 夏侯少主 請你把這塊牌子交到她手上 交到她手上 就說 倩兒等著你 把此物親手交給我 倩兒等著你 喔 江兄命真好啊 江四驢命真好 他這是 他這是 呵呵 大少爺還不明白嗎 江兄弟有這樣的紅顏之極 真是有福啊 對呀 喔 江四驢好有福氣喔 咦 怎麼了 那個人一直看著我們 哪個人 喔 那是 唐兄 唐豐 喔唐豐 夏侯少主 喔 見過見過 唐兄這時出現在折劍山莊 莫非是 為江兄而來 沒錯 為江兄而來嗎 不錯 幾日前 我聽聞皇甫世家傳出風聲 說近日 要在折劍山莊攻審她 便立即趕來 不料還是遲了一步 幸好他總算是逃脫了 喔 對啊 沒事沒事 現在我們就要去接他了 唐兄對方狹肝義膽 讓人動入 對啊 喔 明知他是妖 還要來救 不及夏侯少主 不及夏侯少主 方才沒助他脫身 竟然自污 自污是甚麼 自己 自己昏倒嗎 夏侯少主下山後要是見到他 請告訴他 若有需要 盡可至清河鎮尋我 唐風 並會竭力相助 清河鎮是嗎 沒問題 我也想看看雨樓 在下先行告辭 告辭告辭 我們還要去找江兄 他是 他是唐風 我上次來品見大會時 與他有過一面之緣 江兄曾對他有救命之恩 救命之恩 莫此難忘 走吧 去找江兄 江兄弟 江兄弟 我的兄弟 我來找你了 江兄 走走走走走 瞬間跑到了 還慢慢淡路 有看到了嗎 江小哥 小聲喊 這句話好有趣喔 到底有沒有喊 轉個鏡頭就出來了 走走走 飛上雲來石 沒人追著你們吧 當然沒有 小心的 不讓人家追著 放心 我們使用了鷹骨 加上大學掩蓋了刑技 追兵沒法追蹤我們 原來剛才淡路是因為 鷹骨消失的關係 關係喔 先話少說 咱們先去青木居吧 對啊走走走走走 雲來石 講成喔喔通通加入隊伍了 喔喔要飛到青木居 青木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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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瞬間飛開所有追兵 啊不用怕了 啊現在到了青木居 就該安心了 啊回到青木居 什麼都不用怕了 走 走走走走 跑跑跑 喔耶 可算回來了 對啊回來就安全了 接下來咧 點點點 你們都沒事吧 對啊沒事吧 哼 這些什麼世家正道的人 太可恨了 再讓我碰見他們 見一個賭一個 見一個賭一個 什麼世家正道啊 個個牛逼子 不過說起來 立岩大哥那個寨子 藏得那麼隱蔽 我那時候靠著循雲風才找過去的 怎麼會被那些人找到的呀 不曉得他們是找了幾天幾夜啊 怎麼了怎麼了 焦小哥跟立小哥有關係這件事 應該只有我們知道 黃斧家怎麼會因為焦小哥找到山寨頭上的 對啊這怎麼辦到的 有人通風報信 看到木蒼藍了 難道 難道 難道是你被懷疑了 江氏黎和杰羅不會出賣我們 一定是你們中的人幹的 你們中的人幹的 開始懷疑自家人了 立兄弟 你這話就有點傷人了 哎呦 木蒼藍上講什麼 你們山寨 在附近也算小有名氣了 我們第一次到碧溪村的時候 不少村民就提及過山中的山賊 我也算小有名氣 更別提被你們搶過的那許多人 說不定 其中有人看見了江小哥 找四大世家告密去了呢 嗯這也有可能 再說 最初在山上遇到你們後 江兄弟曾說 等回到哲劍山莊後 要向歐陽英報告 派人來為民除害 對吧 對啊對 江兄弟 是不是有這麼一回事 先反咬人一口 不錯 不錯 而那個黃府一鳴也去了品賤大會 說不定 他從歐陽家 聽說了這些事呢 嗯 現在不是怪罪自家人的時候 還有 夏侯少爺跟黃府少爺交情那麼好 他無意間 把這事說給黃府少爺 又被黃府家別的人聽去了 這都說不定啊 唉呦 所以這現在在撇清咯 先把罪 喔有罪有罪 畢竟那個時候 我們怎麼知道 後來會跟利兄弟你走到一路呢 對啊 怎麼會淪落至此啊 這 我應該並不曾 應該並不曾跟 黃府佐講過這事 正在思考 木姑娘為何要這麼說 對啊 就是要擺脫自己的嫌疑 還在講 還在講嗎 還在講 可今天要不是他們倆 你們搞不好 就死在哲檢山莊了 難道你們能說 他們會誠心害你們 對啊 不是不是 點點點 喔 都被木 都被你講 好了 咱們大夥認識也不是一天兩天了 你真覺得我們會 故意害自己的朋友嗎 喔呦 都被你講就好啦 嗯 被說服了 我相信你們 我相信你們 我不信啊 我對木蒼蘭的來歷還很那個 你們這幾個人 感覺是不像那些世家那麼壞 利兄 眼下並不是我們互相猜忌的時候 嗯 然後呢 折見山莊一役 黃府一名興師洞中 甚至召告天下武林同道前赴公審大會 結果卻被江兄和利兄逃走 他一定不會善罷甘休 嗯真的 要在躲在這裡面避避風頭啊 眼下 不僅黃府家 整個武林各門派都在捉拿你們 江兄弟 利兄弟 你們現在打算怎麼辦 打算在這邊躲一室嗎 要報仇 利兄要報仇 兄弟們的打仇 我定要向四大世家討還 討還要報仇 點點點 江兄 你呢 你要怎麼辦 你要做什麼 我要去吃油種 要去吃油種 被枯木說服了 什麼地方 我怎麼都沒聽你們說過啊 對啊 那是什麼 吃油 傳說中魔族的仙祖 魔族仙祖 點點點 江兄 你為何忽然要去什麼吃油種 還有 之前你突然要回千鋒嶺 也甚是奇怪 這到底是 到底是 就是枯木下了棋啊 我的身世可能跟吃油有關 我想去那一探究竟 哦 原來如此 如果我能早些面對自己的身份 兄弟們就不會枉死 所以你現在要去吃油種 江兄 你的身份尚未確定是魔族 回折見山莊之事 也沒到完全絕望的地步 哎 不要再講了錦萱 我覺得 雖然枯木 要我們去 正因如此 是有種我非去不可 怕什麼 枯木要我們去我們就去啊 我是何人 來自何處 原本我以為並不重要 只要我是折見山莊的江城便可 但我如今幾是江氏梨 自然要去尋我真正身份 魔族後裔 而且 我去那還有非做不可的事情 什麼事情啊 講出來給我聽啊 聽說那也聚集一些受人類迫害的半魔 我不希望再有任何和我一樣的人 受人欺凌 遭人屠殺 哦 要去保護同族 說得好 江氏梨 你如果真有這想法 我定住你一臂之力 定住你 哦 兄弟 我的兄弟們都已經死了 但我絕不會讓四大世家 再上了其他同族 哦 次有種 才回來 又要走啊 對啊 不休息一陣子嗎 真是不平靜啊 這一區不知要多久 你不是魔 不必再跟著我 不必再跟著我 哦 他就是愛跟 你去哪兒 我就去哪兒 你要不讓我去 我就自個兒去 竟然有這種人欸 哈哈哈 你 你 啊 莉言 你的命真好 你們也儘早回夏侯家吧 真的嗎 你要離開我們了 江氏 我不會在這個時候離開的 我跟你們一起去 我現在是重視之敵 你們又何必如此 因為我是主角 張小哥 你要再這麼跟我們劃清界限 我可要生氣了 我們是朋友不是嗎 哪有在朋友有難的時候 拴手走人的道理啊 嗯 沒錯 你們兩個執意要自己走也行 只不過你們前腳走 後腳我們就跟傑羅妹子 一起跟上去唄 哈哈哈哈 這主意不錯 這主意不錯 你們打頭陣 我們在後面撿尾刀就好了 你們 噢 真好 你這算是威脅我們 威脅我們 欸 怎麼樣啊 不敢 不敢啊 唉唷 看向莉言了 明早在村口集合 喔 真的欸 要走就一起走嘛 好呀 好啊好 睡個覺 休息一下 唉唷 耍任性的離開了 你還挺會說話的嘛 真的 他就嘴巴力 也是利兄弟把傑羅妹子放在了心上 才能被我們這麼擠兌 那 我們先去準備了 嗯 我們要去準備準備 唉 下去了 留下三個人 怎麼搖搖頭 怎麼搖搖頭 怎麼搖頭 單獨聊天 江兄 夏侯兄 折見山莊種種 與我再無干系 不必再聽 他要把那個惡小姐的腰牌給他 拿出惡小姐的牌子 有個問題我一直想問 千鋒嶺出事前 你為何忽然質疑要趕回去 對啊 為什麼 是有人對你說了什麼嗎 嗯 謹軒聰明 果真如此嗎 是誰 是誰也不知道 是我 江湖上的朋友 江湖上的朋友 江兄 此人極可能是故意引你前去目睹慘劇 顯然居心叵測 我猜想 他或許對你有什麼圖謀 真的 你要小心一點 無論如何 千鋒嶺的兄弟因我而死是事實 如果我一開始就留在那裡 不再想什麼回折見山莊 那他們或許就不會出事 真的嗎 你真的是這麼想嗎 現在我這知道 我需要用後半生去保護同族 屬我因為軟弱逃避 而害死兄弟的罪 所以他後半生都要去保護同族了 點點點 他怎麼還不拿出二小姐的 給他的牌子 江熊 我知道今日之事對你打擊巨大 但是否真要因此便走上極端 與天下武林為敵 吃有種 我便會一同前往 其他事 還望你多多考慮 多多考慮啊 無論你事何身份 在我心中 你都還是我的智友 江成 喔 不是 不是 不是我要什麼 與武林為敵 是武林要與我為敵 此外 這是歐陽小姐 托我教你的東西 她還有一句話想搞 喔 倩兒等你回來啊 倩兒等著你 把此物 親手交到我手上 親身意中的話 親身意中的話 給他腰牌了 點點點 雲淡天青 浮風暖 雲淡天青浮風暖 這就是江 江雲帆的名字嗎 雲淡天青浮風暖 凡臣素愛 本無千 真的是欸 雲淡 江雲淡 世間 多少痴情苦 離聚無悔 今世緣 喔 是禮 原名字都有原有的 不是亂取的 倩兒 有一個愛你的女子 還在折劍山莊等你 倩兒她有這樣的心意 我身為男子 卻連給心愛女子 幸福的勇氣和自信都沒有 可笑 可笑 走進小屋了 唉 嘆口氣了 江雄 真的已經無法回頭了嗎 太可惜了 好可憐喔 自我們知識以來 我們的所作所為 似乎都被人暗中加以利用 若真有幕後黑手存在 他能對我們的舉動如此了解 一定有內奸 一直在我們身邊的人 在江兄和龍鳴之事上 都曾表現異樣的人 利兄所言 難道 難道你的才對了 若是我推測錯誤 對他和霞姑娘 都會造成巨大的傷害 暫且先暗兵不動 再觀察一段時間吧 嗯 也只能這樣了 沒有決定性的證據嗎 都離開隊伍了 收到一封神秘的信 我在這邊收到一封神秘的信 有點神奇 好啦 那我們今天的實況就到這邊結束囉 我們下集再會囉 掰掰